大家好,我是人毛熊徐 今天大星岛来呢,做了有四个欧包 看一下这个样子真的是非常漂亮 这个厚度,它的橙色,以及它最终的一个形状 都特别完美 昨天在Facebook上面接了几班 今天还做了一大块browning 一会儿Facebook上的网友就要过来领走 因为这些已经做得很熟悉了 没有什么太大的挑战 但是今天我要挑战酸面包 在英语里面它叫sourdough bread 这个是我已经养了有一个多星期的酵种 它其实是老外的老酵母 就跟我们中国人做那种老酵母的馒头一样 非常健康啊 这个东西我完全是用水加高筋粉 不断的喂养养出来的 看看它里面 还冒着泡泡 闻起来是一股酒香 酸面包是最难做的面包了 没有之一 看这个面团都是 它在英文里面是叫shaggy mess 一团乱麻的意思 特别的年少 所以今天会不会成功呢 拭目以待 因为没有发酵栏 所以我现在用一个大桶来代替 最后还要进行二次发酵 做一个面包做到了晚上 我找到了一个披萨盘 因为做酸面包是要用到一个叫做大吃 oven的东西 它是一个上下带盖的这么一个容器 直接放到烤箱里面 但是我们没有 所以用这个披萨盘做底 再给烤盘底下 放上一个碗里面 放上一些水 让烤箱里面有蒸汽 再流动就OK了 发得特别漂亮 功夫不负有心人 先去把披萨盘热一下 我现在用这个披萨盘热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